圈内人士了肖战,甚赞他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的人。 众所周知,肖战不仅是一位才华狠义的优秀青年,也是一位人品与苏养都兼备的青年。 从出道至今可以说肖战早已是凭借着自身的这些优良品德,获得了众多前辈和同事们的高度认可。 当然,除此之外,肖战那重情重义的性格等等,也是在圈内广为人知的。 很多熟悉肖战的人都对他很是赞誉。 近日,有一位圈内人士张大大在直播中谈到了肖战,听表示他是一个很重情重义的人。 其中特别提到了张大大电视剧播了的时候,有联系过肖战让他有时间的话帮忙宣传一下。 而得知这个消息的肖战,虽然正在拍摄余生请多指教并且身处的地方还是在山里,信号非常不好。 但肖战还是在拍戏的间隙,第一时间让车送他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帮他转发,由此可见。 肖战的重情重义绝对是刻在骨子里的。 除此之外,张大大还谈到,自己翻看了以前没有出名的时候,肖战本年过节的时候都给他发信息。 虽然他自己说他也不是一个很厉害的前辈,但肖战的用心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网友们在看到张大大对于肖战的感受后,在感叹的同时,也是纷纷留言表示, 很难想象他本人是有多么的礼貌和谦虚才会让每一个跟他相处的人都对他赞不绝口。 是啊,能让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都赞不绝口。 可见肖战的优秀绝对不是说说而已。 作为一名才华与人品享誉圈内外的优秀情人, 肖战他如今的成就可以说也绝对不偶然。 就是他优秀的一个必然结果。 毕竟人品好又有礼貌, 甚至还有才华和素养的人试问谁能不喜爱呢? 当然相信未来随着更多人们对肖战的了解。 在前行的道路上,毋庸置疑的是, 肖战一定会被越来越多人们所认可。 所喜爱,所支持,肖战。